贵有本 石头记 第九十一回 锦衣卫 茶超容宁府 御林军 戒严大官员 诗云 赵书四山正为臣 贤重便冤无以人 军恩卫报任捐躯 西京萧素弃王孙 且说贾镇正要去往怡洪院管事 刚走到外面 呼见园中重奴才乱跑 应喝道 乱跑时么 出时么事了 小思道 来了好多官兵 把南大门堵住了 说园内人一概不许放出 贾镇闻言大惊 呼见从南面拥进来成百的官兵 手持鹰枪 令园内人都站好了莫跑 急忙赶上去问道 到底是怎么了 谁派你们来的 官兵们打量他半日道 看你的样子也像个主子 快往那边站好了 我们奉了圣旨前来抄家 一个都不许跑 便来拉拽他 贾镇急了道 我贾门术士已来 不敢行凶霸道 这到底又是为何是查抄起来 一官兵道 就是告你知道也不能怎样 圣上说原非外通荣枪已经处死 又派我们前来查抄荣枪送与原非的所惠脏物 快老老实实站好了 王爷马上就过来了 贾镇听了替泪交流 摇摇晃晃一阵头晕目眩 只见鸳鸯跑来 将他扶住了 又见二门上家人跑来哭着报说 王爷叫老爷往荣喜堂听审 连二爷 真大爷都被扭送那里去了 众兵足听了便将贾镇推往荣喜堂来 鸳鸯停下脚步 左右打探 呼见贾赤贾笑 贾蹲跑来 嚷道 休要乱抓人 快快松手 众官族都乱道 反了 连圣旨也敢违抗 违上去痛打三人 贾赤贾笑 贾蹲一时性级 竟和官兵踢打起来 众官兵一拥而上 拿枪去敲他们的头 贾镇急的哭喊 莫要伤害他们 子弟们不懂事啊 兵足将三人捆得结结实实 赶往南院马棚里去了 贾镇也被兵足推得魂赶往荣喜堂来 鸳鸯也赶往南大厅来 只见园子李轩闹哭喊声不断 众丫环婆子在各个宅院穿堂乱跑 众兵足吆喝着追赶众人 鸳鸯正走时 呼见南边燕红翠云从一门哭着跑来 对鸳鸯道 大太太在哪里 快叫她躲起来 王爷在找她呢 鸳鸯道 我没有见到 我也在找她呢 也不顾二人 独往荣喜堂来 燕红翠云四处寻找半日 却见行夫人躲在穿堂里浑身哆嗦 忙跑去扶着叫她藏起来 行夫人哭道 他们都来作甚 好好的怎么抄起家来 燕红便拉她先躲起来再细数 且说柳家媳妇从后街买了菜回厨房 刚与几个婆子洗了菜 就听见外面乱嚷 从后园门绕到后门 却见众多官兵推嗓着几个婆子 吆喝着往里面闯 周瑞及几个小私奔跑喊道 快告诉老爷太太们 家里出大事了 来了好多官里的人 柳家媳妇虎得急忙返回厨房 忽见闯入十几个官兵 进去就是一阵乱砸乱班 把屋子里弄得狼藉一片 又一脚踹倒柳家的 柳家媳妇眼口哭着往外面跑 看见詹光 陈日昕 胡思来 单聘人 不顾休 王座没被官兵推推嗓嗓的 要拿绳子捆起来 詹光急忙哀求道 各位大爷休要错怪老朽了 咱们都是府里的乡党 前来府中祝贺假取喜事 并无过多牵扯瓜葛啊 众兵族看他们衣官楚楚 不像是平民小户 哪里听他们争辩 都用绳子捆了赶着走 且说贾正被官兵推往荣喜堂来 听见里面大呼冤枉之声此起彼伏 走到厅内 只见做了一干人 乃是锦衣府堂官 赵权与西平王 看见他都仰着脸不理不睬 后面跟着五六位司官 也有认得的 也有不认得的 但总不答话 彼时假设 假连假针都跪着听令 都唬得面如涂色 满身发产 且见满堂中言席未散 众亲有本事未保 待亲事所来 尚未散去 赵堂官道 小王凤只带领锦衣未来 查看假设家产 请翻译在各门把守 本宅上下人等 一步不能乱走 亲友不必盘查 快快放出 那些亲友听见 慌忙一溜烟退出去了 假正矮假设跪下了 赵堂官念圣指道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原非借领兵破贼之计 与戎枪勾结 收受贿赂 已经临迟处死 故来假门查找罪证 凡有敢违背者 一律处死 又罪臣就向 戴权交代说 曾收取三品绝威猎将军 贾珍一千二百两银子 为儿子江宁府江宁献奸身 贾荣谋取五品龙敬畏之职 罪不可设 卓格去世职 押送贾珍 游士 贾荣往今内奸牢后行 轻辞 贵者几位听了号桃大哭 贾珍听见哭得俯伏在地领旨 赵堂官一叠声叫 拿下贾珍 只见进来两个翻译绑着游士进来 游士披散着头发 哭着扎震道 王爷 冤枉啊 我不走 放手啊 赵堂官命一并带出去压上求车带走 翻译门撩伊勒必上去提了贾珍游士出去了 假设贾珍 贾连类如滚珠 赵堂官又道 据督察院禀告 平安州同知贾连 国校家校之中 被指强逼良民退清 抢娶民女 国校一层罪 家校一层罪 被这父母私取一层罪 停妻再取一层罪 又查出外面上有重力盘包诸事 罪恶极大 触怒龙颜 下指打入死牢 几日后处死 来人 把贾连带了出去 贾连放声大哭 上来两个翻一把铁链 往贾连头上一套 拽了出去 赵堂官转过一副笑脸来望着西平王 西平王冷冷的道 另有假设买官之事意已查清 辜负正恩 有田祖德 卓格去市值 上有薛科贩卖私言 逃走下落不明 齐齐躲在贾府 一概抓获带着 不大会儿 几个人推嗓着行德权 行秀烟过来了 行德权浑身发颤 摇头晃脑要往地上堆 被羽族喝着拽起来了 秀烟掩面而起 正在忙乱 呼见外面进来几人 忙起声笑脸相迎 众人一看 原来北境王已到大厅 边走边一跌声道 假设又告知一款 莫要匆忙了结 赵堂官 西平王都笑道 愿闻其详 北境王道 刚刚有假家奴婢报告 假设一事凌弱 霸占良民财物 实在罪则难逃 赵堂官 西平王人事不解 北境王道 有实性良民 人称实呆子 家藏古善无数 价值连城 具备假设无理夺取 来人 给假设上了夹锁 带回宫中受审 上来两个翻译将假设揪起 拖了出去 北境王道 假设虽无过错 且其女和亲有功 本不应查的 只是圣上说怕有贪酷之罪 要全家搜查一遍 看有无衍生之物 若查得出来 一并治罪不饶 呼见假语村走来 忙起身让坐到 大司马怎么也在这里 假语村笑道 无本前来假门贺喜 在一边观看多时 应见假家上有一罪未有查出 特来举报 北境王笑道 哦 快快说来 假语村笑道 前年真家必获 曾将家私藏往假家 是否算作一宗 北境王笑道 此乃窝藏之罪 定要严惩 英宣道 假证隔去是职 全家贬为平民 假证怒目瞪着假语村道 我问问你姓时么 好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我上去打不死你个奸雄 起身便要扑来 被翻译拉开了 语村笑道 罪成还敢如此猖狂 西平王喝命将假证关在耳房待命 有两个小族推推嗓嗓着假证出去了 假证人骂雨村不绝 赵堂官看见沾光 陈日新 胡思来 单聘人 补顾修 王作梅捆着站立一旁 便喝问他们是何身份 六人都哭着说不过是附近良民而已 又说愿举报假府罪状以求自赦 唠叨了半日 赵堂官命人记下他们的言辞 心想六人不过是屈炎富士之流 无甚大碍 怎样人 乃属无涉无挂之人 点头让官兵把六人放出去了 六人匆忙贵泄溜出去了 赵堂官又命众兵族去网园子各处查找罪证 众兵族应声拥了出去 四处查抄 刚走到内宜门 呼见一百法苍苍老手 哭着要尽容喜堂 盲澜道 奴才不许入境 快抓了官起来 焦大号天倒地的哭道 今朝果然弄到这不田地 我天天劝这些不长进的爷们 没一个听的 好像我要害他们似的 那些不成器的主子们 如今四猪狗般都推上囚车抓走了 早听我一句话也不会轮到今日 我要哭也没有地方哭去 我还活着坐实吗 兵族上来把他捆了 焦大号道 我活了八十多岁 只有跟着太爷捆人的 哪里到叫人捆起来 我如今也不要命了 和你们拼了吧 说着往翻一身上撞 早挨了几拳 打在脸上 焦大大喝一声 拿头往柱子上一碰 可怜血流如柱 当即丧命 翻一将他抬往一边 又往假社院中来 众兵族将园子里压还婆子就近关在园子里 到假设园子里抄了半天 因不见行夫人 分散几人到各处去找 有一干人去假真园子查抄 也不见假荣踪击 派一人回荣洗堂报之 又有一波兵族去奉解园子去抄 众兵族在屋里开箱破柜 把花瓶杯盘打烂 衣物邪帽乱扔 书本撕破 只艳直底 帐漫一扯 踩着青背去翻找脏物 查出些用物 接登记在册 派两人到荣洗堂禀报 赵堂官便命二人一一念来 二人轮流念道 迎碟三十六件 迎酒杯十六个 黑狐皮八张 青狐六张 雕皮二十张 黄狐十张 奢利孙皮十二张 麻叶皮三张 杨灰皮二十张 灰狐腿皮三十张 降色羊皮十张 狐狸皮二张 黄狐腿二把 小白狐皮十四块 杨泥二十度 碧姬二十三度 孤戎十二度 相属筒字十件 豆鼠皮四方 天鹅绒一卷 梅鹿皮一方 云狐筒字二件 何载皮一卷 北境王不耐烦道 这算十么 别念这些 谁家没有 要念金银珠宝 一人念道 珍珠十三卦 但金盘一件 金碗二对 金抢碗二个 金池十八把 银大碗四十个 银盘十三个 三香金像牙金二把 杜金直狐四把 杜金折鱼三对 茶托二件 赤金首饰共三十三件 西平王道 一家子几百口就这些怎么度日 荒唐 贾正贵者插言道 这里面有大半是这两日亲戚朋友为贺小儿喜事送的喜礼 家里哪有这么多惊气 北境王道 就算全是你家的也不值十么 还有没有 快快念来 又一人道 鸭皮二把 灰鼠六十张 欢子皮三张 虎皮二张 海豹一张 海龙六张 灰色羊十把 黑色羊皮十三张 小狐皮六张 江河皮二张 塔子皮二张 猫皮十五张 筹断八十卷 沙灵七十一卷 雨线皱二十二卷 普鲁十六卷 装芒断二卷 葛布三捆 各色布三捆 各色皮一一百一十二件 棉家单沙卷一一百四十件 玉丸十二件 带头九副 同袭等物二百余件 中表十八件 巢珠九卦 各色装蟒十四件 工装衣裙八套 织玉圈带一条 黄断十二卷 巢银二百两 赤金十四两 钱三千调 另有房地气质若干 北境王道 这也不算实吗 只查出这些 回去不好交差 也没有绒枪所赠脏物 看来定藏在亲戚家了 圣上说王家 史家 薛家也全查抄 看假设有没有将脏物藏在这几家 明日再办 还有 大官员都未查抄 不知藏了多少 力等叫人去查 重兵一领命战其队形往大官员奔来 且说明烟正在怡红院典放爆竹 呼见几个婆子哭喊奔跑 来了好多官兵 闯进原子里了 明烟唬了一跳 果听见喧哗喊声从那边传来 似有千军万马喧嚷 不觉五额大叫 强盗来啦 救命啊 忙跑入院内 把门关上 平儿 周瑞家的正指使丫鬟小丝忙碌着 呼见明烟把门一关 嚷道 都躲起来啊 外面有官兵来了 还未细问 只见大门被人砰的撞开 闯入一群官族 平儿等都惊叫着双手无耳窜到屋内 门口几个官兵见墙上贴着大红喜字 不由分说 一把扯烂 仰头看见挂着两个大红灯笼 都笑道 王爷叫咱们查找脏物 这儿却挂着这玩意 想是里面藏着脏物 用鹰枪几下说烂 一族笑道 办喜事办的不是时候 家里有几个主子不久都要赴法场了 现在守三年笑再办喜事吧 说吧 都哈哈大笑 又命中足道各个屋查抄 平儿 周睿家的也惊呆了 都哭着站在墙边缩作一团 宝玉正在屋内与林之校家的说话 忽见院子里一片乱嚷 忙出来一看 又惊又怒 上前拦道 谁叫你们来的 还有没有王法 一兵道 圣上下指 原非勾结荣枪 已经处死 命小的门到甲门查抄最脏 大官员员们已经戒严 圆内人一概不许放出 谁敢抗止 一律处死 宝玉听了不绝天炫地转 娃的哭出声来 堆坐地上 明烟上前将他扶起 道里坚安抚他坐下 宝玉又站了起来 哭道 娘娘是冤枉的 我和官兵平礼去 明烟急的按住他道 二爷不可跟他们讲理 小心吃亏 宝玉失神别坐以上哭道 完了 咱大祸临头了 明烟 你快去那边瞧瞧老爷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看了就来回我 明烟答应了急急走了出去 话分两头 且说另一路人马奔到消香管查抄 湘芸正在帮黛玉对靖梳庄 呼见闯入大队官兵 见人就推推赶赶的 子娟 雪燕拦着不让靖院子 早被踹倒在地 子娟起声哭着奔进来道 姑娘快躲躲 近来好多臭男人 湘芸 带玉惊得都站了起来 众官族进屋乱翻乱砸 湘芸怒道 快住手 休要胡来 一族道 我们是奉旨查抄 为者处死 湘芸 带玉呆正着不敢言语 一时没有查出可疑之物 众官兵都散去了 湘芸 带玉都抱着大哭 子娟 雪燕进来见屋里相开跪破 地上扔的都是笔墨纸燕 联合之粉 芒是泪蹲着去收拾 忽见春芸哭着跑进来道 娘娘轰了 大家都唬住了 且说官兵搜到黄昏 没有发现可疑之物 都散去了 赵堂关 北境王 西平王因没有查出贾政过错 留了一小半家产 其他的都令官兵装箱子带走了 贾政被小撕破门放出 垂胸顿足哭昏了过去 灵知笑 周睿赶来用手掐了掐 半天 贾政才娃的一声哭出声来 宝玉 带玉 湘芸和贾家众子弟奴仆都过来将他围住 哭得七声震耳 贾政哭道 我贾家都怎么了 祖父亲勤恳恳为朝廷效力立下功勋 得了两个侍职 如今到我这被尽全消去官职 教我如何承当得起 不觉贵倒在地 仰头和掌对天哭道 皇天菩萨在上 我假释一门虽有后辈儿孙交奢盈意 抱恬天悟 犯下无边罪孽 以致和府超减 压界入奸 凶多极少 所有罪孽 情愿一人承当 求饶恕我家子孙 怜我虔诚 早早赐我一死 宽勉诸辈之罪 说完 便起身要去撞墙 被众人哭喊着拉住了 行夫人也过来大哭道 老爷莫要寻短见 家里还指望你执掌呢 贾政想到元春惨死 心似刀割 支持不住 又哭了几声 昏倒在地 众人慌忙把他扶起 掺往书房去了 行夫人想到贾社 贾连 贾真 游士被抓 也哭得战力不稳 燕红 翠云扶他回去歇着 众人见贾宅被官兵祸害的一片狼藉 都边走边痛骂不止 戴玉想到贾宇村不顾前情 望恩负义 骂道 强倒众人推 他也来落井下时 网为人师 我为有这样的师父感到羞耻 他不配为人师长 宝玉愤然道 真真人情如指 宫里竟没有一个替娘娘说情的 忍见小人向皇上敬禅 我恨不能闯入宫中指着奸臣痛骂 又想问问皇上 怎么会这么轻易相信别人谗言 众人只是提哭 宝玉见魏若兰含泪站在旁边 走过去劝道 差点连累魏兄 实在过意不去 魏兄和湘云妹妹还是回去看看吧 家里有老爷操心呢 魏若兰道 玉兄何出此言 我岂有不顾亲戚为难而独自回去的 我不回去 定要守着保护众人才妥 湘云也不肯回去 平儿道 不妥 刚刚官兵说了明日要到王家 史家 薛家查抄赃物 若再不回去 恐家里有事 李丸 黛玉等也劝他回去 湘云想想有理 便答应了 只是魏若兰人不肯回去 对湘云说 官兵要查也只是查史家 不会查魏家的 你自己回去吧 我要多待几日 湘云道 我去了还会再来的 你们等着我 平儿便叫了几个小丝护送湘云回去 又道 外头乱得很 走路要小心 小丝应了一声同湘云网员们去了 众人目送他们走远了才往个人房内走来 话说薛盘往贾家送了贺银后回家来 在路上看见常常走着一路官兵 往贾家方向去了 内中有宫中负责抓人的官员 有些奇怪 呼听路人议论说圆春已被皇帝处死 这些官兵要去贾家抄检 不觉唬了一跳 慌忙赶回家来 刚进门就听见院内吵吵闹闹的 原来还是金贵和宝禅争吵 薛姨妈见儿子回来 埋怨道 你以后也别出门了 你前脚刚走 他们后面就吵闹起来 可是混账得很 这家里以后也别过了 都散了吧 金贵嚷道 奴才欺负主子 婆婆不但不帮 还住着奴才欺负主子 实在混头 薛盘忙拉了母亲进屋子 宝禅也跟了进去 宝钗从那屋里先连子出来进薛盘屋子里 金贵站在门边窃厅 只听薛盘道 坏了 坏了 贾家出事了 元春被皇上处死了 派了大队人马去他家抄家去了 又听宝钗道 哥哥怎么胡说起来 这话可不能乱讲 薛盘道 哄你 我是王八蛋 没有半句假话 妹妹怎么反不信了 薛姨妈道 可坏了 贾家这一抄恐怕要连累亲戚 咱们家也保不住要来人茶抄了 薛盘 宝钗听了都急道 那可怎么是好 薛姨妈道 咱们趁着官兵没来 赶紧把家里贵重东西 装箱子里带到山庄里去 薛盘道 母亲说的是蒋玉汉妈 她现在住子谈宝 何席人都在那儿 咱去投奔她 她和我是至交 岂有不欢迎的 事不宜迟 咱这就带了家私去她那儿 宝钗道 咱去是不假 只是别带上这个狡家心 金贵听了闯进去道 你才是丧门心呢 不带我去 难道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成 你们要留下我 我就跟那些官兵说实话 说你们去哪里了 不信你们试试 薛姨妈没法道 好了 你跟着走吧 留下来也叫人不放心 混说白道的 咱薛家的名声都要传出去了 宝钗铺上来要撕金贵的嘴 被母子两个劝开了 薛姨妈应叫来铺人张德辉等 收十一番要去网子谈宝 大家忙乱着将家私打点了 命几个奴才抬了箱子 连夜赶网子谈宝来 话说习人自从驾到山庄 纳蒋玉汉百般温柔体贴 把各习人照顾得碎心如意 暗暗庆幸自己命好 贪各如意夫君 因想到当年自己向王夫人密报秦文的不是 以至秦文等离了贾家 宝玉体面就情 不计较她的告密 反把各好郎君说给了她 心中着实感激宝玉 时时想着知恩图报 只惜没有遇到机会 正在感叹 忽见宝钗一家连夜赶来投奔 说假家遭了祸事 不觉大吃一惊 竟乌乌艳艳艳哭了起来被蒋玉汉好言劝住了 蒋玉汉和薛盘是多年深交 见他举家钱来投奔 欣然接纳 另收拾了一个院落让薛家住下 金贵 宝禅因素有恩怨 都挑了相隔较远的房间住了 薛盘拿出踢己赠与玉汉 从此在山庄安顿下来 暂时言不到这里 话说皇帝派赵堂官等去网网使两家抄检 没有发现实吗 又去薛家 却见人去防空 不觉生了疑 但又找不出任何证据 只得作罢 假家经历这番祸患 被抄去许多金银 比以前更穷减了 家中成日人心惶惶 不知何为归宿 又有十几个奴才吸了行李离开贾门自便了 贾正行夫人遭遇此番打击 痛不欲生 终日以泪洗面 家事也无暇打理 宝玉 待玉成婚之事又落了空 被搁置了起来 林知孝家的来问贾正宝代何时成婚 贾正道 家里被抓走好几个 生死不知 哪里还有心情伴喜事 快别提了 林知孝家的指的作罢 平儿来找林知孝周睿两大管家道 老爷大太太成日关在屋里不出 家里日子还要过下去 又没有人操持 如今我被连二爷扶了阵 也是主子了 我做主在让家里振兴起来才妥 林姑娘虽说没有经过仪式 也算是保育的人了 也是主子了 以后众人要听她指使才好 林知孝周睿满口答应 没有二话 都称平儿喂奶奶 平儿去找黛玉 要她当家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给大陀佛 林知孝周睿满口答应 和警票 总结好 遥 脸 闭口答应 鸣